身处分乱知识 心存健康之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1加1防疫身心灵 我是啾啾 新冠在中国 以惊人的速度激增 引发全球关注 而且专家担心 中国人口众多 免疫力不足 激增的病例为新冠病毒变异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而且科学家也担心 变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他们表示 它可能是Omicron变种 它也可能是郡株的组合 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传染病学专家 斯图尔特坎贝尔雷博士 他说到中国人口众多 而且免疫力是有限的 这似乎是我们可能会看到 新变种爆发的环境 俄爱尔州立大学 病毒研究学家 刘善律博士 他也在说到 在中国已经检测到 许多现有的Omicron变体 包括FB.7 那FB.7是非常善于免疫逃避 被认为是推动目前病例激增的因素之一 到底这次中国疫情 是否是更新的变种病毒驱动的呢 那这次的疫情爆发 是否是正常解封后的高峰 还是另有原因 那这波疫情是否会造成全球再度陷入新一波的疫情 就像当初武汉出现病毒 演变成全球大流行呢 那想要了解的朋友 请继续收看直播 并且记得先开启小铃铛 看到节目的最后 好的 今天的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您可以在留言区 留言跟我们互动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 是病毒学专家 且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 林小旭博士 哈喽大特令你好 九九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首先我们要跟大特令来讨论 最近中国的疫情突然爆发 是不是解封带来的 有民众说 政府因为考虑经济不得不开放 那肯定要感染个几个亿 那说到中国的人口密度大传染更快 从病毒专家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说法符合科学吗 是否正确呢 我觉得首先应该明确的说 这次的大爆发 跟解分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实际上在 10月底11月份的时候 中共已经控制不了 北方的疫情 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那当时其实卫健委 在11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提醒过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 那时候是提醒过 就是说中国的疫情 就是有一个小高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因为中共政府在10月份刚刚结束 这个二十大 然后11月份的时候 还在继续保持它这个清零的政策 那么老百姓就不知道 这个疫情当时传播的有多快 那么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 因为白子革命啊 因为更多的老百姓对极端清零的政策越来越不满 所以就是自罚的起来抗议 因为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这个火灾的事件 对吧 直接造成那么多无辜的人 因为封控而被烧死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机械的名分 那么我觉得中共政府就是当时借这样一个时机 就说我要开始采取了新的政策 要彻底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以此为契机 那么中共也就让这个中国老百姓看到了 就是大规模的这个感染的这个数据 对吧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巧妙的配合 对于中共政府来说 一方面让人看到 你看我一旦解分了这么多老百姓可以被感染 那么不是反乘过来说 我之前的封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吗 所以对于很多 抱歉我打断您的话 因为其实很多民众就有这样的问题 他认为说 那刚好啊 因为我们就是就一旦放开之后 现在变成全部的人 应该是说大部分人都被感染了 那不如还是封控的比较好 这样的概念又是对的吗 这个问题是很难解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洗脑术的不同手法 对吧 因为你之前的这个封控 它也没有告诉你这个病毒的事情 对吧 那么实际上Omicron从去年流行以来 特别是到了春天以后 当BF.4.5开始流行以后 基本上整个Omicron在全球的流行的趋势 都是像一般的感冒一样 对吧 所以全球才可以放开 所以大家都选择这个春末夏天的时候逐渐的就打开了 晚一点的在这个秋初也已经打开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即使被传染了 我也可能就是有几天发烧或者有几天咳嗽 大多数人是会好转起来的 那个别地方开放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小高峰 会有一些有重病基础的这样的人 有基础病的人 那么有可能会重症等等 但基本上死亡率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整个全球大部分民众是可以有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 那么这个事实摆着的话 那就说明之前的这个封控是没有道理的 是不科学的 是极端的政治守望 来控制中国老百姓 是为了政治服务需要的这么一个做法 所以不能说之前的封控是对的 那么你现在放开 反过来说 现在你看这个一旦有这么多人感染了 就觉得说我之前的封控是对的 这个逻辑本身就不通的 那么现在封控之所以有这么多人 就是说现在封控解开了这段时间里面看起来 会有这么多人被感染 是因为你之前就开始隐瞒了 之前在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 那么现在就是进一步放开而已 那么就当然是会有更多人传播 因为这个病毒本身传播力就是非常强 那么你之前没有采取有效的这个措施 比如说储备药物等等做好这个医院各方面的准备 你当时的这个医疗资源被严重透支到 去做所谓的这个核酸检测啊等等对吧 那么有很多老百姓的基础病得不到治疗啊等等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死了 当这个病毒药物传播的时候就是这个重症率 死亡率就可能非常快的飙升 那么这才是你整个政策带来的巨大的伤害 之前分控是错的 因为是基于你错误的隐瞒了这个病毒的这个真相 病毒并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你当时是制造了这么一个恐怖来支持你这个极端清零 那么你现在放开是你也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大转弯 而且本身又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实际做的这么样一种 放开的这样子没有准备的放开政策 而不是真正为了病毒 就是能够让病人和病毒正常的供出 而实际上是政府想要在短时间内 尽可能让中国老百姓都感染上 所谓的这个感这个短时间内过一个高峰对吧 好像达成群体免疫 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不负责任的所谓的放开 所以这个本身的一个做法也是极端错误的 因为这个本身不是为老百姓的这个健康考虑的一个角度做的 它只是为了自己政府尽可能短时间内让老百姓能感染尽感染 所以现在对于中共政府来说叫做能够感染 能阳尽阳能感染尽量感染对吧 因为对于习近平这样一个政权来说 他明年三月份他必须让他的整个执政团队接班 那么他是希望这个之前他的整个团队 就是说可以顺利过关 到三月份以后不要再处理这个疫情的问题 希望在三个月内把这个疫情问题彻底从中国这个社会上给打掉 所以他搞的是这个阴阳尽阳 让所有人尽可能感染 然后让这个群体免疫达成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极端的政治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应该很明确的看到 之前的分控是极端的政治错误 现在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放开方法想在短时间内 短时间内让中国老百姓尽快的能阳尽阳 这个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不符合科学做法的政治运动 所以这是两场政治运动不同角度而已 最后带来的都是老百姓的巨大的伤害 是其实刚才您在解说的时候我就想到 很多中国老百姓都说我们要符合科学 我们要符合科学但实际上这样看起来在中国的整个防疫控制下 中共的防疫控制下其实是完全不符合科学 而且重点是就我们做了这么长期的关于疫情的直播 我觉得是真的是没有在看老百姓 他们具体的情况而来做这样的一个防疫的乘策 而事实上只是为了一个政策的实施而去执行 所以现在我看到就是几乎各大媒体中外媒体都在报道 中国的民众确实他们在经历的这个能阳尽阳的情况下是承受了很多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南北 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症状差异是这么大 那所以很多人就在问说是不是病毒有新的变异 因为很多专家有在说这个是不是病毒有新的变异啊 那有没有可能已经早就不是Omicron呢 这里面有好多因素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病毒方面的变异 我觉得是一个因素需要考虑 因为中国政府实际上从2020年夏天以后 就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提供病毒的基因测试序序 给国外的这个基因数据库 像GICSAR等等 就是你会看到中国提供的序列好像就断掉了 那么就是国外其实真的很难彻底的了解 中国的流行的病毒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而且过去在极端清零的情况下 中共也是仍然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国家秘密式的 那么在媒体报道上你可以看到它提到了 有时候会检查到Data病毒 有时候检查到这个Omicron变种啊等等 但是呢这个序列方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是没有及时能够提供的 那么现在突然间媒体出来说 这个中国本身 这个很多城市都发现了不同的病毒株 但是有没有数据能够让国外进一步的核实呢 我觉得这是关键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那你谈中国的本身这个病毒 现在是不是仍然是Omicron呢 就变成是说你很难去verify 你很难去确认这一点 但是从全球的流行趋势来说 当然现在应该是Omicron为主 所以现在中国流行的有可能是BF.7 或者是XBB 那么或者是BQ.1.1 这都是目前在全球流行的比较多的这个变种 那有的是也是正在台升的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呢当然在中国遇到这几个不同的变种的流行 这是都有可能嘛 因为很多国家也逐渐开始放开 所以也多了一些国际的游客 中国也不是完完全全lockdown 对不对 也不是完完全全放松 完全不让国外的人进来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最主要是中国内地本身在过去 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 到底是哪些病毒株在大规模的流行 这个是核心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会不会有新的这个变种的出现 这是老百姓都非常关心的 那我觉得从这个问题来讲呢 其实病毒本身的变异 我觉得是无法避免的 它一定会有新的变种出现 特别是当它大面积流行的时候 就这个病毒一下子找到了非常多 非常适合它的这个宿主的情况下 那么它一定会在这个复制的过程中产生变异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一个事实 对吧 病毒本身就在不断地突变 那么中国的这个人群 现在又是一个特别的人群 因为中国本身经过这个两三年的这种风控 那很多人也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甚至都基本上关在家中 所以当然对于人体的这个免疫来说 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然后呢很多人还可能这个营养工 这个跟不上对吧 很多人要抢购食物啊等等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的这个饮食也不正常 休息也不正常 精神上巨大的压力 对病毒的恐慌 然后加上药物很难及时购买到等等 那么全面 就是说全方位的其实带来了 自己的免疫方面的一个 一个低下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为什么看到 北方的人比较多呢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北方的这个重症比较多呢 其实跟过去 可以差不多十几年里面 中国北方长期的雾霾 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雾霾 对于中国人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伤害 对肺部的伤害 是长期积累在那的 所以北方长期生活在雾霾下面的人群 多多少少都是有呼吸道疾病的 只不过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 那么这样的人群 一旦你面临了这个 清染呼吸道非常有效的 这个Omicron变种的时候 当它大规模传播开的时候 它就是很容易 在肺部造成严重的感染 而且很多人 因为你的免疫低下 所以它感染时间会拖长 那么感染时间拖长的过程中 它又进一步的让病毒更快的复制 然后呢进一步产生新的这个变种 而且在这个过程 人们就是会想方设法 用各种各样的药 对吧 即使是你是抢购来的 退烧药啊等等 这个过程也会让你这感染的过程 和治愈的过程都拉长 那么这个病毒就有更长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筛选出新的突变 也可能是致病性更强的 所以现在国际上 确实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 一个真的末日病毒一样的 对吧 就它的传播力又很强 因为它是在传播力很强的 Omicron变种的基础上 来增加它的这个毒性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真的有可能会得到一个末日病毒 就是这个病毒的传播的规律 你一开始比如说刚爆发的时候 它是慢慢传播开 即使是武汉对吧 那么你在周边传开 它也有一段的时间 即使是中国政府隐瞒 它也需要一段时间对不对 那么当时这个全球都观察到了 从不同的变种 逐渐最后变到Omicron 它是就是这个病毒 是尽可能寻找更多的宿主 对吧 让它更有效的这个传播 在全球都散播开来 但是等它一旦达到这个状态 当中国这个社会已经 如果按照官方的书记 已经有几亿人被感染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病毒来说 它不需要再找更多的宿主了 现在它想要突变的方向 就会朝致命性增强的方向去走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机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风险非常非常大 所以中共实际上是一个疯狂的赌博 应该这么说就是疯狂的赌博 它就是赌这几个月内 我让尽可能的中国人就能阳尽阳 然后把中国人这个集体免疫 给就是推到一个顶峰 好像是这样一个状态让它过去 可是它根本就没有想过 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 是中共自己能够控制的 这个病毒在这几个月里面 会不会激发出非常可怕的 致病性的这个病毒 这是它根本不考虑的 或者是它根本也控制不了 它也考虑不到的事情 它只不过从政治角度上 想要中国老百姓能阳尽阳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政治大赌博 刚才您说到这个部分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的中国疫情的情况 跟过去我们所了解 Omicron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现在在中国的这个焚尸乳 就是是运作非常高速的运作 很多地方还要大排长龙 跟我们所了解 Omicron是非常轻症的这个情况 是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观察到 比较紧张的一个事态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病毒 有可能会变异 但是对于全球的民众来说 就很担心啊 如果这个病毒在变异 而且中国现在目前也不是整个的封锁 就是整个国家它可能有来来往往 进进出出的人 那这个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把病毒又带到全球 又再来一次三年前的武汉的这个病毒传播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想全球的民众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 对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我首先应该说 对国际社会现在绝不是做所谓的Lip Service 这个只是口头上谴责中共几句 不是这个时候了 那么国际社会应该充分吸取2020年当时的教训 所以现在要做的实际上是应该用所有的外交手段 要求中共提供真正的至关重要的数据 这个数据还不是感染的数据 而是住院率的数据 重症的数据 ICU的数据 以及死亡的数据 又是关于致病性的数据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这也是中共现在还在千方百计的隐瞒的这个东西 对吧 你现在知道北京或者是周边的河北省 这个核战场都忙不过来了 overloaded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死吗 政府就是不告诉你 那么它可以让卫健委的一部分的内部数据 可以泄露出来说 这个有多少人感染了 因为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 相对来说 它这当然是两害取其轻嘛 对不对 因为你就算知道中国有几亿人 我就告诉你有十亿人感染你又能怎么样 这是病毒很厉害啊 不是我中共政府的这个错误吗 对不对 但是有多少人因为重症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死亡 这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个是这个病毒到底有多大的致命性 另外一个是你政府有没有尽到救治老百姓的这个责任 所以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最关键的 所以这个数据 是中共千方百计隐瞒的 所以国际社会应该用所有的压力要求中共 就提供这样的数据 就是住院率有多少 重症率多少 死亡率多少 特别是死亡率 因为当你是医疗资源严重挤兑的情况下 很多老百姓死了也只不过被拉走了 你根本就来不及去医院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你一定是死亡率的统计是最关键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周里面 中共赶紧推出一个新的所谓的新冠这个死亡的定义 对不对 它非得要会诊 这不是开玩笑吗 一个医生就是他自己判定这个病人死亡的权利都被剥夺走了 然后他说我一定要会诊 那不就是领导说了算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是还是在这个死亡数据上玩弄 那这个也是中共过去历来政治运动一直都在搞的 对不对 就算三年这个自然 所谓的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 他也是不告诉你 中国老百姓到底死了多少人吗 文革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他也是不告诉你的 那么六四死了多少人 也不告诉你 镇压法轮功死了多少人 他也是不告诉你 他就是不告诉你死亡数据 那其他的说 这个政治运动有多么惨烈 人们可以去反思 人们可以去思考 但是最核心的问题 因为死亡的数据面临着追责的问题 你害死了多少人 这个是要追责的对吧 这个财富的问题 它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所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国际社会一定要采用所有的外交手段去施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你自己能做的 就尽量做 比如说现在从中国出来的这些 中国的游客 或者从中国夺出来的你说难民也好 那么这些人如果有洋了的话 你在海关就把它检测掉 然后你要拿他的洋品去做测序 你一定程度上 你不要指望中共能够短期变成透明 现在喊中国政府你要透明啊 没有意义 因为中共如果已经想定了要走这条路 我就是让共中国人能一样进一样 管你是多少人的话 那么你就是海外你们这个世界老百姓得自救 你就是得尽快去摸清楚 到底从中国人 这个现在在中国里面流传了 到底有哪些病毒株 因为在中国医疗资源极端挤兑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去做这个常规的 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这个 这种监测对吧 因为你通常监测 你有好几种病毒和这个细菌 呼吸道的细菌的感染也同时可以做监测的嘛 那中国在这种医疗资源极端的情况下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那么就是海外其他的国家你们得自己做 就是说从中国出来的人 你就可能取样 然后你同时测多个不同的病毒 然后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吧 因为你现在至少还有两三种病毒 对吧 也是处在高分期像这个季节性流感 以及这个RSV 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等等 那还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啊等等 那这些也都可以坚持 因为多重复性的感染 也会带来重症的表现 对吧 然后你看中国的这个变种 到底是哪一种 是不是有没有新的变种出现 你不要等到这个 如果真有自闭性很强的变种 已经都大规模在中国传播开了以后 然后你国际社会才惊醒 哇是不是又传到我在边来了 那时候就太晚 是是 我觉得这次说到自救 真的是很讽刺 我们以为就是只要中国民众自救就可以 其实不是 就像刚才大特丽宁说到 其实各个国家我想各个政府真的是 尤其是卫生部一定要特别去关注 有没有来自中国的一些或者回国的一些 自己的国家的民众 可以看看检测一下 看看有没有相关的病毒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防控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个自救 因为这次中国疫情升温之后 有很多的民众就是抱怨说上网求助 说我们没有办法买到退烧药 其实我们说到中国它不是这个药品生产大国吗 那为什么说买不到退烧药 这个问题很多民众得不到答案 可不可以请大特丽宁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从2020年的当时的教训 它就已经知道掌控这个医药的资源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它不仅仅是供应链的问题 它甚至可以用来做外交 所以当时它抢口罩等等 这个还有一些常规的这些药物的基础 基础化学成分 那么这些东西它中共掌握在手里的话 它对于这个国际上来说 就有很多可以Leverage的 就是可以影响的 可以作为这个外交手段的一个工具 对吧 那么国际社会上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也注意到 包括美国也注意到 就是美国的很多基础药物的生产 其实变成依赖在中国的这个生产链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对于中共来说就非常明确 我要控制这些药物的生产 那么所以在2020年以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 其实中共只是加紧了对这些药物的控制 所以后来很多基础的药物 中共不仅仅是好像下个命令控制一下而已 所以不是这样子 它只是官方直接介入这些药厂的 这个参与它的这个决定的 所以对于中共来说 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命脉 它要抓住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所谓的极端清零这样一个政策角度来说 它为了达到就是要把阳性的人都清除 就是这个清零嘛 叫清阳这样一个做法的话 对于很多人它是政府是换了一个角度去控制 它不是靠核酸检测来检控了 那么它是来看看你又买什么药 你是买退烧药啊 你买咳嗽药啊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通过大数据来抓你 对吧 你如果买了这些药 说明你很可能就是痒了嘛 你又发烧了等等 那就可以把这些人抓走 那么这样的做法 就是说你的药店本身能够提供这里的药 就一定是减少的 那么老百姓不敢去买药的人也会涨了很大的一部分 那么对于药厂来说 就更不需要生产那么多的量 所以政府就一定就可以很好的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牢牢抓在手中 我产量多少 怎么样分布 如何销售这些药都掌控在中共的手里 那么它就可以很有效的控制老百姓健康 所以其实它这个经过这三年 中国老百姓的健康 其实是全方位的掌握在中共的手里的 对吧 你能不能出去呼吸新鲜工器 它都可以控制你 你能不能买到一个正常的饮食 也是政府供给给你的 然后你就算有了病 你能不能去医院治疗是政府控制的 你能不能去药店买到药 中共也是控制的 对吧 所以就是你的健康的方方面面是中共政府控制在手里的 所以这个药品的控制对于中共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现在老百姓去药店买的这些药 所谓的挤兑 是因为你以前不让人家轻易去买 你现在好歹没有政策限制 所以老百姓当然去买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表面的挤兑 但是问题的核心是中共你掌握了资源以后 你使的这些药产它的产量减少 它的供应不足 那么很多生产线是停产下来的 那你要它复工当然没这么快 所以有的这个药厂浪漫就说 你至少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才能把原材料聚起 然后我才能够生产 对吧 这还是比较有良心的老板 现在积极做这件事情 但是有的地方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控制了这个东西 它不轻易让你放 对吧 不应让你放开 因为它也不知道这个政府什么时候政策有变回来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当地的政府 它要对抗中央的时候 它要保住地方的这个话 它也要控制这个药物的资源 哪一个政府官员都知道 我如果当地死的人多 那是我的这个政治的灾难 对吧 那全国都死人 情况下哪个地方少死一些人的话 对这个当地的官员来说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绩 所以地方的官员也在囤积这些药物 而且现在囤积药物是暴力行业 这是既核酸经济以后 另外一个发国难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对于这些官商勾结的这个 这些人员来说现在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爆发的机会 所以各种因素促成在一起 就是中国老百姓比较难买到药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老百姓抢购带来的 老百姓抢购只是最后的一个表面的因素 因为你这个店里面本来就没多少药 当然一抢购就空了嘛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一种表现 但是老百姓会觉得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我们去抢购的这些药 老百姓能买多少药 就算你买了一个购物车的药也是很有限的 这个都是很 一般老百姓不会囤积到这样 就是中国老百姓 很多人说他们数字非常非常低 有 有这样的人 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就算是他会多买一点 也不会超出正常量太多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有这种囤积商人 想要这个借机发国难产业的这是一部分 但是更可怕了 是政府控制了这个生产的资源 地方的政府在囤积这些药物 这个才是可怕的 好的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林小旭博士 带来这么详尽的解说 也给中国老百姓一个方向 让大家可以有机可寻衣 或者是说可以找到一个自救的方法 我们当然是希望给中国老百姓一个希望 让他们都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次的劫难 再次感谢Dr.林谢谢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们 好 我们说到目前中国的疫情 是否会持续升温 并且影响到其他国家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谨慎 那回想起三年前的武汉 我们真的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那马赛诸塞大学医学院病毒学家 杰里米·卢班博士他就说到 目前从中国传出的 关于基因检测的病毒测序的信息 其实很有限 刚才Dr.林也提到了 我们不知道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很显然这场大流行病还没有结束 那近日要求中国对于疫情信息 保持透明的国际呼声也越来越高 我们也希望真的能够得到一个真实的讯息 才能够真正保障我们的生命 保障我们的健康 你说是不是 那未来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关注 最新疫情的发展 所以提醒大家在离线前 还是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周五天直播我们一直在疫情下陪伴着大家 希望能带您找到一条真正防疫的路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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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优ф 再见